为什么要听这本书 克服价值虚无 唤醒生命的意义 这种极为严峻的方式 蔓延在现代社会的各类群体当中 比如根据日本警察厅的数据 2010年的日本 每10万人中就有25人自杀 年自杀总人数高达31,690人 连续13年突破3万人 在这个数据面前 我们不禁会问 为什么日本的自杀率这么高呢 难道对这些选择自杀的人而言 活着毫无意义 生命丝毫不值得留恋吗 再来看看咱们中国的情况 根据瑞士银行的调查数据 中国人均每周工作时间 是46小时左右 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周六加班 996的病态超时工作模式 极大的压缩了个人的生活空间 在企业的狼文化外衣之下 拼命工作的人 沦为了一种资本生产的工具 他们忙忙碌碌辛苦奔波 在生活中忘记了和自己对话 劳动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而在社交平台上 虚拟空间的点赞互动热烈评论 已然是实现存在感的重要途径 我们期待赢得他者的认同和回应 而不是享受独处的惬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 出现了暴食症 购物癖 整容癖 冒险癖等现象 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人选择以一种略显悲壮的方式来应对存在的虚无和生命的无意义干 在他们看来仿佛只有通过获得他人的关注 或者是寻求刺激性的体验 才能满足自己的存在感和意义干 时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过去二十多年的日子 我过去二十多年的日子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 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继续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就这么无意义的活下去 还是努力寻求自己生活的意义呢 不少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人生困境 也想克服这样的生活状态 但往往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 让自己走出生活的虚无感和无意义感 早在上个世纪 从一战之后开始 针对现代人的这种普遍的意义危机 西方世界出现了一股持续很长时间的哲学思潮 那就是存在主义 海德格尔萨特加谬 这批存在主义哲学家 将人的生存作为思考的主题 试图在家园感和归属感支离破碎的现代社会 赋予人的生命以一种新的意义 关于存在主义哲学呢 我们路上读书做过存在主义咖啡馆和加谬的西西福神话 这两本书的节目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听一下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本书 他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 是20世纪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他立足于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学成果 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和主张 开创了存在主义心理分析领域的意义疗法 那些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感到人生无意义或是选择自杀的 说到底都是生命的意义危机的表现 在弗兰克尔看来 意义疗法可以帮助具体的个人走出心理和精神上的困境 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去追寻生命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弗兰克尔所开创的意义疗法 并不是简单的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成果 而是有着他强烈的个人生存体验在里面 包含着他对人生的基本信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弗兰克尔除了是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个领域的专家教授外 他还是四个集中营的幸存者 当年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 弗兰克尔几乎丧失了一切 父母兄弟妻子 他们或病死于集中营 或被送进焚烧路 所有的财产都被剥夺 集中营里的饥饿 寒冷 羞辱 拷打 劳作 病痛 禁锢 这些痛苦的经历使得弗兰克尔能够更为怜悯地 体察人的生命的意义 《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呢 是弗兰克尔从集中营出来后 在1945年撰写的一部出作 在书中 他回顾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生活 并且在这些切身经历的基础上 提出了他的异议疗法的理论 这本书从他最初出版开始到现在 至少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 英文版的印刷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 无数读者从这本书中得到了深刻的启发 相信听完这本书 你不仅会对集中营里 囚徒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心理状态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更会对意义疗法的一般原理 也会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呢 有可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 克服意义危机的道路 重获生命的意义 好了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进入追寻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吧 纳粹集中营 绝望的情境 要真正的了解 什么是意义疗法 我们必须对它产生的背景和起源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意义疗法 来自弗兰克尔本身的亲身经历 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他通过观察和体验 普通囚徒的经历 在书中提供了一种 关于受难和受难者 如何进行自我超越的见解 根据他的观察 弗兰克尔认为 囚徒对于集中营生活的 精神反应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初入集中营时的惊恐失措 和对未来的虚假幻觉 第二个阶段 是适应集中营生活之后的 冷漠和感情的迟钝 第三个阶段 是囚徒被释放之后的 不安状态 与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 而所有以上认知 都从这样一个场景开始 承载着1500人的火车 在行驶了几天几夜后 一个庞大的集中营的轮廓 浮现在眼前 站牌上清晰地浮现一个名字 奥斯维辛 一个代表毒气室焚烧炉 大屠杀等等 所有恐怖的名字 列车驶入站台 车门被推开 行李被留在车上 囚徒们蜂拥而出 就像行将处决的人 在被执行前的最后一刻 有一种被暂缓行刑的幻觉一样 走出列车的这批人 全都怀着一种对未知的幻想 幻想着即将到来的一切 未必那么糟糕 队伍最前方的军官 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制服 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左手撑着右手手肘 懒散地指向左边或右边 这是囚徒们遭遇到的第一批挑选 被分到左边的人 从车站直接走进了焚烧市 焚烧市的门上 用几种欧洲文字写着 澡堂 每一个囚徒进去时 都分发到一块肥皂 没有人知道 澡堂中等待他们的场景 是死亡 在鹤枪时代的 纳粹党卫军的护送下 被挑选到右边的人 穿过带刺的铁丝网 被带入棚屋 所有的财产 珠宝都被剥夺 弗兰克尔偷偷靠近 一位年老的囚徒 指着上衣口袋的一卷指问 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 它包含了我毕生的心血 我必须不计代价的 保留这一手稿 你能理解吗 老囚徒的脸上 现出一种露齿的笑容 先是凄惨的 然后是逗乐的 嘲讽的 侮辱的 最后 吼出一个词 作为回答 狗屁 在那侮辱性的瞬间 弗兰克尔看到了一个 关乎自身的简单事实 他的整个前半生 都被一笔勾销了 在剥夺了一切财物之后 人群被殴打 驱赶着 进入了澡堂的浅厅 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 飞快速度 脱去了外套 内衣 鞋带 缓慢行动的人 被皮带抽打在 赤裸裸的身体上 发出惨叫声 接着 人群被赶进 另一间屋子里 提发 整个身体 剃得毫发无存 最后 他们排起队来 等待沐浴 在沐浴的时候 弗兰克尔彻底感受到了一种 一无所有的惊慌 现在 除了赤裸的身体之外 我们变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 事实上 我们拥有的只是我们赤裸裸的存在 能够与前半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东西 都被剥夺了 死亡的潜在威胁与现实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这使得集中营的生活天然就带着一种绝望 囚徒们的幻想就这样快速而彻底的一个一个破灭了 那么 在囚徒们默认了集中营的绝望命运后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弗兰克尔又是如何超越这种心理状态的呢 囚徒的困境 精神的死亡 在进入集中营几周之后 囚徒们会经历一种精神上的退化 紧张的生存状态迫使他们的内心倒退到最原始的层次 一种对周遭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 在这里 死亡的和正在死亡的 这些场景会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大多数囚徒而言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行期到底会有多长 寄托于未来 只不过是在承受希望的一次次破灭 回忆过去 成了回避悲惨当下 其痛苦生活的唯一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人完全失去了希望 弗兰克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每当我们看到一位难友吸着自己的香烟时 我们就知道他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并且一旦失去 这一愿望就几乎不可能重返 在集中营里 没有未来 没有目标 对那些更愿意闭着眼 活在过去的囚徒而言 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没有从集中营的生活中找到意义 找到目标 因此也就丧失了生活下去的意义 那么 默认现在回避未来 听天由命 是一种恰当的选择吗 弗兰克尔的回应是否定的 在集中营里 如果囚徒不再做出最后的尝试来维护他的自尊 那么 他将丧失作为自由个体的情感和价值 他的生存将降低到动物水平 像杨高一样顺从的被驱赶 被禁锢 可是 如果不顺从 这些被囚禁的人们 还有他们自由的权利吗 弗兰克尔在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之后 曾经在战争结束前 遇到过之前他待过的集中营的警察 他告诉弗兰克尔 在最后的阶段 他在一些罐子中查抄到正在煮着的人肉 这些人肉是从死人的尸体上得来的 同类相识的现象最终出现在集中营里 然而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 人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集中营的另一些人帮助弗兰克尔为我们做出了回应 在最艰难的阶段 有些人仍然在棚屋里安慰别人 甚至拿出自己最后的食物 这样的证据少之又少 但却足以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人的最后的自由 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是无法被剥夺的 选择总是存在的 甚至在集中营这样被残酷压迫的环境中 囚徒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的结果 而不仅仅是集中营影响的结果 正如存在主义的哲学信念所坚持的那样 是你的选择创造了你 和平年代里 我们不再有集中营那样极端的环境了 但是生活中 我们仍然不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痛苦和困境 对此 我们可以选择严肃的对待这些挑战和受难经历 而不是屈服于外部环境 丧失对未来的目标 只是无所事事地活着 现实世界当中的失败和困境 对人来说并非只有负面的意义 相反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思想上 在精神上超越自我的机会 我们真正需要的 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彻底转变 生命的意义取决于每一个当下的选择 在集中营的单一世界中 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 强制性的集中管理 迫使囚徒的一切行为 都要符合既有的规定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 人是不是就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呢 弗兰克尔用他自己作为幸存者的经历告诉我们 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是无法被剥夺的 这种选择的自由 是一次严肃的对待生活中的自我 与他者的机会 而每一次的选择都重新再造了个体的自我 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之前 弗兰克尔曾经接到领取移民签证的邀请 但是年迈的父母却需要留在奥地利 弗兰克尔犹豫了 是抛下父母 让他们独自面对或早或晚被送进集中营的命运 还是担负起作为儿子的责任 尽一切可能去保护他们 弗兰克尔最后选择留下来 同父母一起面对无可预知的未来 同样的 集中营里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选择 比如集中营的看守们 他们当中有选择折磨囚徒的虐待狂 有适应了粗暴行径的麻木者 也有同情囚徒的行善者 比如一位集中营的指挥官就曾花费自己的财物 为囚徒购买药物 还有一位公投 偷偷地将自己的面包分出一部分 塞给饥寒交迫的弗兰克尔 集中营将人性的善与恶彻底的暴露了出来 在压抑的制度化的恶行中 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善意 也包含了一个个体对人性的坚持 人性是具体的 生活也是具体的 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 他所经历的生活 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 而是一连串的具体事件 构成的无数个当下的总和 生命的意义就取决于 每一个当下我们所做的一次次选择 生命诚可贵 爱情下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熊牙利大诗人裴多菲 在他的这首诗中 也讲述了相同的道理 在这位诗人看来 自由对一个人来说 是最高的价值 为了自由 他可以选择放弃爱情 放弃自己的生命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选择 裴多菲最终实现了他自己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派的 主要代表之一 弗兰克尔呢 也持这样一种观点 他认为 人在选择过程中的态度与行为 创造了个体的生命意义 集中盈利的经历 让他深刻认识到 不管外在环境如何恶劣 对个人来说 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是不可被剥夺的 它存在于所有类型的人群之中 而这种选择的自由性 同时也意味着有生命的个体 对自我 对他人 所要担负起来的责任 正是这种选择的自由与责任 让人得以意识到 他的生命的潜在意义 并且寻求 将这种潜在的意义实现出来 虽说集中盈的历史 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些遥远了 但它代表着 那个黑暗时期 数百万人曾身处其中的绝望境地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 人类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是一致的 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也都会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感到困惑 会追问它 追寻它 尤其是在当前意义危机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 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更显出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此拥有集中盈的幸存者 精神病学专家双重身份的弗兰克尔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诊断呢 咱们接着往下听 意义疗法 一种人性化的诊断与愈合 从集中盈理被释放之后不久 弗兰克尔创立了他自己心理学理论 意义疗法 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心理疗法 这种疗法坚持一个基本信念 那就是在任何环境下人的生命都具有它潜在的意义 在弗兰克尔提出异议疗法的时候 心理学的临床医学疗法正处在持续扩张的时期 精神病学习惯于将人的意识解释为一种机制 把患者看作一架有待修理的机器 把治疗视为一项精神的修理技术 但是在弗兰克尔看来 人并不是一种物品 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 而且人对于生命意义的丧失感 也并不是一种精神疾病 与其使用一堆镇定药片 来掩盖人在存在过程中的危机状态 不如帮助个体意识到 自己生存状态背后 潜藏着的意义 我们知道 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 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学派 他强调一种精神回顾和心理自省的方法 比如让患者回忆起他小时候发生过的某一件事情 让这些潜意识里已经被遗忘了的东西 重新回到患者的意识当中 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这种心理疗法更多是指向过去的 而且封闭在患者个人的内心世界当中 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则相反 他更着眼于人的将来 作为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心理疗法 意义疗法更关注让患者 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实现生命的意义 所以他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性不仅是说 让人从他的过去当中超越出来 面向更为广阔的未来的生命 还意味着走出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 走向他人 在弗兰克尔看来 一个人只要生命没有结束 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没有封闭起来 人的生命的特殊性就在于 人不只是单纯的活着 他还要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 按照意义疗法的原理 人的生命天然具有一种意义的意志 也就是寻求意义的意志 这种寻求生活意义的努力 是人的最原始的创造性力量 正是因为有这种寻求意义的意志和努力 人类才得以创造出自己的历史和文明 个人也才能够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呢 在寻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 人有时候也会遭受到挫折 弗兰克尔将这样的挫折称为存在的挫折 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人对生命感到悲观失望 陷入痛苦和沮丧 不过这更多属于存在的挫折 而不是一种精神疾病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扩展自己的视野 看到他们自己生命的潜在意义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意义疗法认为 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第一种是通过创造一种工作 或是做一件实事 比如在学习或者工作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这会帮助我们看到自身的价值 从而获得一定的意义感 第二种是通过体验某件事 比如欣赏一件艺术品 获得对于美的感受 或者遇见某个人 比如建立一种爱的关系 在爱一个人和被一个人爱的过程中 体会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尤其是对自己的存在的独一无二性的体验 会让个人生命的意义感获得巨大的充实 第三种 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是经受苦难 比如当我们身处一种 自己无法改变的外部环境的时候 当我们凭一己之力 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对于自己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有可能改变自己 转变自己 在这种转变当中 我们可以证明自己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潜力 获得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肯定 当然了 寻求不必要的困难 那是受虐狂的行为 和生命的意义无关 总之 在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时候甚至会陷入到绝望当中难以抽身而出 会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怀疑 失去信心 但是 只要生命还没有结束 它其实总是给我们留下了余地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展自己的事业 努力寻求生命的意义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 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好了 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呢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于这本书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路上读书 您的音频图书馆 我是猪涛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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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